用这些沙子画了一条线 送的沙子切平就行了 在半河站休息了一个半小时 又过来干活了 风呢还没有停 这锅有点小了 也能干 准备着车 这个锁子有点是不好开了 看来下次是不能锁了 完之开就把鞭子切一下 切平 这就是接口处 用这些沙子画了一条线 送的沙子切平就行了 鞭子这多少得把这个路肩给弄掉点呢 不然是切不上 挖出来的这些水稳料 甩到鞭子上去看 可以 穿大只这个 这是摊不支四只 因为摊不支没有驾驶 通风的四面通风 穿的也比较厚 天吃日不好 摊不支四只就挺受罪的 这些都是跟摊不支的工人 男的女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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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后倒一下 现在就往过low了 切就直不上就切平了 我看看 完了工人再收拾一下 用抖背再往平 摊一下 现在全是有摊齿印子的 抖背再往过弄一下 平平过来的 看剩下的全是掉了 把锅甩过来就行了 这料是甩不干净的 等会儿再直接扫就行了 扫到路肩上面 剩下不多的话就扫到路肩上 现在就工人开始用桥铲了 这个就是日常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这个接口处把我切一下 天天都要弄的 这就可以了 剩下的工人再一次整就可以了 剩下不多了 挖子每天干这件事就是切鞭 切鞭花不了多长时间 几分钟就搞定了 之后就是休息了 有大把的休息时间呢 第一车已经到了 现在就正式开始干活了 我就正式开始休息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